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要一共有32个企业有提供了超过百名的青年实习工作一个机会 那市政府给予些微的补助 但是主要还是由企业来聘任 那这次的青年的就业职缺 主要是提供给16岁到25岁的这个就业青年 让他们能够有这个机会可以在地就业 我想在地就学在地就业一直都是我们非常努力在推动的一个工作 那未来也是会找更多的企业能够来完成相关的一些推动 很多大事的应届生或者一些准备想套入这个社会的这些朋友们 他们其实都很需要有这样的实习的机会 让他们在真的踏入社会职场前去思考一下他们的方向跟未来 对那所以有这样的实习媒合计划 真的可以帮助很多年轻人在还没有正式踏入前就可以找到方向 那也非常感谢市长的支持 然后也很感谢后面的身后这些企业他们的协助跟帮忙 那希望我们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都可以留在基隆就业 可以免去这个通勤的这个时间的麻烦 市府产发处积极鼓励在地企业重视青年人才的培养 这项青年实习媒合计划有正职兼职和实习等多样的选择 欢迎青年朋友踊跃搜寻基隆青年实习媒合平台 找到适合自己的职缺 在地就业实现梦想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画面上是维峰慈善基金会执行长陈美丁 跟维峰集团乔汉公司总经理高明鼎 捐赠天下文化出版的AI时代阅读必修课系列书籍720本 给东信 深美 中正 暖西 常乐跟仁爱六所国小 鼓励同学们多阅读 获赠学校相当开心 市府教育处代理处长杨桂杰也致赠感谢状 感谢维峰关心基隆教育回馈地方 所以我们结合了天下这么庞大的资源 然后结合建筑店在地这么好的一个优质团队 然后也谢谢我们基隆市政府教育处的一个大力的支持 然后以及基隆很多小学的各个校长老师们的支持 每一个学校每一个小朋友都已经有很好的阅读习惯了 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我们希望可以把这个阅读活动再给它提升 再给它深化 然后我们希望打造一个无障碍的阅读环境 那让我们基隆在地的小朋友都可以徜徉在这样一个书香的一个氛围里面 然后从书本里面去找到他们人生的一个另外的一个目标 以我们学校来讲 我们学校的共读书香其实在民国大概一百零几年就开始购置 到现在其实已经十年了 我们共读书香打开来之后 其实都发现其实那个书都已经翻到已经快要那个凹掉了 对所以这一百二十本书其实对我们来讲是及时语 是及时语 那当然也希望以后还有更多的资源 可以让我们的小朋友能够有更有这个机会来参与指本的阅读 阅读推广老师我们经常进的到外地去参访 参访别的县市 他们推动阅读的这些经验方法 然后去学习人家的这个硬体软硬体的一个设施 老师的一个对阅读推广的各种的可用的各种小技巧 我们目的就是希望说把这个让孩子在3C充斥的一个环境里面 他还能够细心耐心的优质阅读 所以我在这边代表金融教育界 感谢微风 感谢天下 感谢蔡教授 感谢建书店 各位好伙伴们 这次的赠书活动 微风慈善基金会 特别结合微风东岸的独立书店建书店共同举办 扩大推广阅读风气 现场也安排AI时代与教育现场讲座 期盼透过赠书活动 带领学生进入丰富精彩的阅读世界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北宁路朝津公园入口 月初发生土石崩落 迎接即将到来暑假 市政府推出了振兴方案 7月底前 民众只要到朝津公园周边特约商店 消费满300元 就可以获得莫彩券 市政府推出了振兴方案 奖品总价值超过30万元 有机会抽到iPhone手机 意大利罗马及北海道机票 14号推出以来 第一波已经被商家 淋走2万张摩彩券 那当然更多人会想要问 那透过这样的摩彩券 可以有什么奖品 那我们谢谢市政府提供了很多的 这个包括出购旅游 还有iPhone 那我们自己也会增加很多的回馈券 包括免费的体验券 各式的餐点 有关振兴朝津的方案呢 那我们现在目前发的这个摩彩券呢 其实发的非常的纠约 那我们想发主题会加营 再加营2万张的摩彩券 然后欢迎各位大朋友小朋友 在这个假日的时候 尤其我们暑假都快要来临了 然后欢迎来朝津这边 来我们这边 业者来做消费 这些方案才推出不到一周 摩彩券领取相当踊跃 花300元就可以拿到一张摩彩券 有机会摸到手机 机票大奖 海客馆也推出了6月30号前 全馆门票半价 抽奖大放送优惠 希望这一波及时雨 能够弥补商家之前损失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导 看起来好吃又营养的紫米饭团 是不少民众早餐的首选 甚至三餐也会选择紫米饭来替代白米饭 希望可以吃进去更多的营养为健康加分 会啊 如果平常去外面吃自如餐 如果有白米紫米这两个选项的话 我就会选说我想要吃紫米饭 因为会觉得好像比吃白米还来得健康 对不对 会 会 如果看到紫米我特别选紫米 因为感觉紫米饭会比较健康 如果有一碗白米或一碗紫米的话 我会特别去选紫米 是不是因为紫米饭感觉比较像所谓的 这些古类的饭 让你觉得它比较健康 对没错 会看起来比较高线一点 会特别去选紫米 不过定期召开记者会提供正确医疗资讯 和卫生保健正确知识的 卫福部基隆医院营养师林玉婷指出 这是不对的观念和资讯 因为紫米也是糯米的一种 不但不好消化 也属于肌癌值 也就是升糖指数比较高 有三高的民众更不适合 很多的民众会为了身体健康 像是在早上选择饭团的时候 到底要吃白饭团还是紫米饭团呢 很多民众都会觉得 为了我的身体健康 我要选择紫米饭团 但其实紫米它就是黑糯米 它是属于糯米的一种 GI值也是比较高的哦 其实我们常见的一些糯米制品呢 包含像是粽子啊 油饭啊 糙啊 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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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些食物呢 它们的GI值都比较高 所谓GI值就是升糖指数 代表说我们吃到我们身体里面之后 血糖上升的速度是多么的快的 所以对于三高的民众而言 这些高GI的食物就要特别的小心去避免 平常的饮食尽量以中GI还有低GI的食物为主 才是比较健康营养的 血糖如果升高很快的话呢 它就会刺激我们胰岛素快速的分泌 那这对于糖尿病的控制而言是比较不好的 宁玉婷营养师进一步表示 如果民众真的要吃得健康 应该要挑选黑糙米 才是正确的选择 民众在选择或是为了身体健康 想要选择取代白米饭的全骨类的时候 要记得看一下包装 你买的应该要是黑糙米 才是GI值比较低的全骨类 而不是黑糯米哦 随着时代的进步 民众对于如何吃得健康越来越重视 营养师建议民众要有正确的健康吃法 除了不要误性已而传而的消息 或是网路上作误的资讯 请教专家咨询查证 才能够真正吃到营养 吃到健康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冒出白烟 车声震耳欲融 仔细一看是电动机车 就是警察局第三分局 公布有人在百福车站前狂飙的影像 查获四辆改装车 其中有两辆竟然是由 Gogoro改装的拼装燃油车 本分局继23日破获电动机车 Gogoro违法拼装成引擎燃油之机车后 向上溯源追查号召聚众飙车之23岁 陈姓犯贤 居提两名犯贤到案 当场在查扣两台涉案车辆 全案依违反刑法 妨害公众往来安全罪 移送台湾基隆地方检查署侦办 属其将至 警方呼吁民众 误任意改装车辆迫于道路上禁止 本分局将持续针对改装噪音车 及飙车行为强势执法 以确保民众生活安宁及用路安全 任意在道路上飙车将构成刑法公共危险罪 警方将持续针对改装噪音车 及飙车行为强势执法 确保民众的生活安宁及用路人的交通安全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除旧砖路整坪 基隆骑楼更好走 打造以人为本的城市 我们下半年在爱山路、圆山路、庙口商圈的附近 来推动旗楼整坪 让行人更方便、更舒适、更安全 旗楼整坪有碍通行 基隆市政府关心您 临近基隆火车站的基隆转运站7月1号将要启用咯 想要去搭国道客运和市区公车的民众赶快follow me 要搭成国道客运的民众 可以从中一路上火车站南口对面的转运站正门进入 直通后车区域 也可以从旧火车站旁边这个大顶峰下方进入 搭电梯或走楼梯到后车区域 如果是下雨天 也可以从火车站南站经过街舞空间这个联通道 来到大顶峰下方 再利用电梯或楼梯就可以到达国道客运后车月台咯 这里有国光客运、泰勒客运 和往士林及内湖客地园区方向的各条路线客运 如果民众想要搭公车就要去转运站外面 新落城的市区公车后车亭 民众可以进转运站再步行到外面的公车后车亭 或是从火车站北站经由楼梯 通往公车后车亭 这里的后车亭可以搭成市公车 前往太白庄、信义、庄政和安乐长庚音乐的方向 基隆慈云寺已有130年以上历史 祖寺观音佛祖 配似地藏王菩萨以助身营养 信众遍布北部各县市香火相当鼎盛 慈云寺的观音佛祖相传特别的灵印 信众时常来参拜 香客们也笃信大慈大悲的观音佛祖佛法无边 能变化千手千眼来保佑众生并济世督众 画面上是必杀鱼港的游艺港 基隆市政府产发处在这里举行了基隆帆船越的启动仪式 宣布朝近海湾节系列活动正式开始 市长谢国良也在现场说明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那更让我觉得高兴的就是说我们推动了 如果能够有一个购物中心大家再来买点东西或逛逛吃个东西等等 我想会对这个地方的观光跟整个发展游艇的产业一定会更加的热络 所以我非常的期待 我目前就是8月底开始我们会上网来这个招标8月底 对然后因为去年其实我们的农机在只有45% 那因为其实鱼港解编了 然后我们透过独发处来办理这个农机的变更 然后现在农机已经拉到160%了 对那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盖的密集有更多 那我们会在我们的标书里面 然后除了就是这个标书是BOT和ROT两个部分会在一起 那我们除了在我们标书里面就是 针对于我们的这些游艇的设施要做一个修缮之外 然后增进一些功能之外 那岸上的部分也会要求这个得标厂商 来做一个中型的购物中心 帆船越启动仪式上 基隆市府会首长跟贵宾都亲自体验遥控帆船的操控 亲近海洋 近来到我们潮进海湾节的开幕 这边的活动这几天非常的丰富 有我们绕岛赛 在餐车市集还有这个游艇还有Sup等等 这个我们遥控的这个帆船非常好玩 说真的而且要动点脑筋 然后还要拔草侧风向 你要看一下那个风现在吹哪边 然后风速那开帆 然后你的其实完全没有风的时候 你也可以透过某个角度 然后稍微测一下 然后帆稍微开一点 它也是可以缓慢的移动 其实蛮有趣的要动动脑筋 所以这是一个不错的活动也是我们基隆的特色 所以帆船越呢就是我们基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我们如果把这个基础设施 跟中央地方好好的合作 通力来把这个基础设施做好 其实会好好的推广展现我们的基隆特色 这才是我们的夏天 所以透过帆船越 包含我们的潮进海湾节整合在一起 我们的暑假其实可以非常好玩 从这个体验这个遥控帆船 可以感受到一个就是风向跟风帆的一个 作用力的一个操作体验 那虽然就是目前还没有办法登船去体验 但是从这个遥控帆船就可以感受到 其实真的非常有趣 而且我们基隆这个港湾是属于我们全台湾最有竞争力的一个港湾 因为它已经提供国际赛事帆船比赛已经长达20年了 那非常得天独厚也很有国际性 也希望这样的一个活动能继续推广 那希望各国的好手都能够来这边比赛 活动现场的山海餐车是朝近海湾节的系列活动之一 让必杀游亭港显得人气满满 这也凸显了基隆的趣味跟特色 是北台湾非常重要的海洋特色发展重镇 基隆府会希望地方跟中央充分合作整合资源 让八斗子必杀到海科馆这个狼带能够更加繁荣 也增加在地优质的就业机会 记者黄瑞珊 陈淑萍 基隆报导 好 那我们倒数321后请用简 倒数321请用简 我们七读铁道时光故事讲正式开幕 基隆市长谢国良 文化局长江廷梅 议长佟子伟 前议长蔡旺连议员 跟副议长杨秀玉及议员张耿辉 曾宜芳 立委林佩祥秘书等多位贵宾参加剪彩 在七读铁道纪念公园举办的这场 七读铁道时光故事展正式揭幕 来到七读铁道公园就可以看到由基隆市 是鸟黑鸢形象打造而成的全新IP鹰站长 带领民众走进旧七读火车站时光隧道中 结合假日市集 导览等活动 还可以串联七读室内儿童乐园 七读的在地美食 安排一趟充实的七读铁道之旅 铁道时光故事展是长达半年时间的展 那它跟以前的很多展稍微比较不一样 就是说每次都是三天两天 一周或两周 然后结束了就没有了 所以很多人在它还没有 开始想去看的时候展就结束了 所以我特别跟Vivian局长说 我们尝试着半年时间的展 然后来测试一下 希望大家可以充分的感受到 我们七读这个最好的 历史悠久的铁道公园 那大家都知道 我们现在七读室内儿童乐园 是这个周边爸爸妈妈 也不止只有基隆市 戏子有很多爸爸妈妈来 那玩完了以后 再接着玩这个 七读铁道公园的这个 时光故事展 我觉得可以把这个 亲子观光娱乐的郎带 更加的来充实 半年的测展呢 我们会分三个阶段来去测 那也邀请了我们很厉害的一个艺术家 徐志刚老师帮我们做模型测展 除此之外呢 每周六下午我们都会有四集活动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 带更多的民众可以来到我们七读 不仅只有看了解我们七读的铁道文化 更希望能够带到矿业以及我们七读的美食 还有我们的地方公庙文化 那我也谢谢文化局 特别谢谢市政府市长 特别的重视 每一年都把我们七读的这个铁道文化 特色呈现出来 让我们七读的居民 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个 透过历史文化去认识我们过去的基隆 然后到现在 我们准备迈向一个 崭新的一个季元 浩寒捷运 也要直接进到七读来 然后也会有社会住宅 所以未来透过这个整个 测试的连接串联 会让七读成为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中心 那非常感谢江局长 真的 我真的是满满的感动 你知道吗 我这几天 因为我家都住在附近 我服务处在附近 走路大概三到五分钟就到了 然后我每天经过这里 真的像是在坐时光机 整个穿越时空 来到这个百年风华再现的这个此景 那我觉得这个百年风华再现 在不久的将来 因为基隆市的七读区 算是我们基隆市的一个淡黄区 那我们最近在谈这个基隆捷运 这个也讲很久了 那市长也成立了一个 就是我们的基隆捷运的专案办公室 那我们都知道我们谢市长是一个 非常务实的一个领导者 那你们慢慢慢慢的期待 我们不久的将来 我相信在谢市长的领导之下 我们的基隆不管哪一区 都会有很多的一个风貌呈现 有机会这边 因为是我们东南亚最大的吊车场 在我们七读区这边 火车里面很多 希望这边的话以后有机会 因为我们也讲了六届的 都是那个火车头就用水泥机器而已 那没有真实感 那以后未来的话跟铁路局商讨一下 都是要带动地方观光整个列车以后 就让他来设计晚上来喝咖啡 然后聊天 然后加上街头艺人 文化局就是我们7月1号 就要变成我们文化观光局的 我们将局长非常的用心 在不管是倾听地方的声音 然后把我们这个地方规划的那么好 那其实七读铁道公园 它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 一个铁道公园 那从以前到现在 都没有这样长期的规划 那长期的规划 其实它是可以带动一个地方的发展 因为它已经固定的形式 那民众就会知道说 我来给人生 我去七读家 还有一个点可以来走一走 这次文化局精心策划的 七读铁道时光故事展 即日期展出到12月22号 邀请民众一起来探索百年记忆之旅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保持平衡 还要讲究速度及团队默契 首度以趣味竞赛形式进行的 仁爱区社区运动会吸引了爆满人潮 现在老人家疫情过得都不喜欢出门 刚好借这个机会来仁爱国小 我们特地跟我们总会长郑景周 来借我们仁爱国小有人去催 所以今天参赛的一些我们老人家 老的 年轻的都有 你看早上应该是八点半才起有 七点多大家都把这边都爆满了 真的超热情活动提早开始 市长议长及仁爱区市议员们 亲自出席开幕式 用实际的行动鼓励大家走出来多运动 看到个里的我们的婆婆妈妈 各位长辈大哥大姐都站出来 而且非常热情 要准备好好今天活动一番 我们就非常开心 我也跟大家分享 运动伤害这个很重要 但我最近勤打网球 就有小小的运动伤害 所以就要把自己的身体要保护好 然后热烈的运动 畅快的流汗 流汗是让大家 流汗运动是让人家最开心的一件事 所以鼓励大家一定要多运动更健康 我们一直非常鼓励大家 爱运动走出来 只要我们有办活动 大家就愿意走出来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跟这个平台 我们也希望未来可以推动各个区 各个里都可以 周边如果有学校的话 都可以校园开放 让我们的社区长辈就近运动 就近照顾 这是我们议会共同的责任 我们会努力来推动 营造更好的运动空间 就是鼓励大家出来多运动 各方都很感谢 仁爱国小校长成立国 提供这么好的场地 让大小参赛选手们 都运动得很开心 我就是今天跟妈妈一起来 参加这个活动 让我很开心 又早上就能出来运动 我个人是感觉很荣幸 能参加这个活动 也代表说市民说 有这个运动的精神这样 用羽毛球拍第一网球 然后就是在过程非常刺激 然后就是大家都有来有往 然后感觉非常开心 而活到幕后推手 是基隆士体育会理事长郑景周 鼓励大家多运动 还预告9月7号在万木山的全国剑走大会师 有丰富的摩采品及参加奖 仁爱七啊 他的剑走的路线在490太陡了 所以说我们和教育局共同参与 把仁爱七来办运动会 也是首次在这里办 而且我们非常谢谢市长啊 我们的运动台湾 基隆的人口最多了 顺便跟全市的市民广告一下 我们9月7号全国剑走在基隆 我们现在有重目到6台的机车 60台的变速脚踏车 还有500样的摩采品 而且所有来有送一个 我们的吊灯跟手电头的组合 非常好的 希望大家一起来运动 动大奖 活大佬动大佬鼓励大家多多运动 鼓励大家多运动 还有机会抽到机车大奖哦 而7月份即将在七堵区登场的运动会 也欢迎大家来参加 时间是7月27号 在百福国中 欢迎我们乡今而踊跃参加 欢迎大家来参与的运动活动 还有很多 教育处欢迎大家 关注基隆市运动爱台湾 计划脸书粉丝专页 我们基隆市运动爱台湾计划 年度争取1400多万 然后办理了大约400多场的一个活动 然后包含登山健行 还有我们的各区运动会 那就是希望可以让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运动 那今天仁爱去运动会很开心 除了看到我们的长辈 也有很多小朋友 也有跟阿公阿嬷爸爸妈妈 一起来参加 那我们市长小爱爸爸很支持 我们的全民运动 然后在学校的场馆 也争取了很多的经费 然后来做校园的场地改善跟开放 下个月在七堵区 我们百福国州也有七堵区的运动会 那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不论趣味竞赛 还是球类运动 都欢迎民众跟亲朋好友组队 一起来参与 养成运动的习惯 锻炼身体更健康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麦东 欢迎锁定美洲山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欢迎新市政 坐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网络投资陷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稳住不赔是诈骗 欢迎拨打1.5版诈骗专线查询 Ladies and Gentlemen 赢到100K不到5秒钟 但是一出门 我就看到 阿嬷要去拜拜 阿伯要去买菜 超保油门 我也只能轻轻的踩 学校附近有婴啊人 医院周边有老大人 人车拥挤处有炭假人 5号这行啊口有咱处来人 整条路都自己人 特定区域小心 简速随停 让爱随行 住在九公寓三楼的陈奶奶 每天都在阳台边 与邻居们打招呼 因为爬楼梯 已成为她出门的障碍 社宅包租贷款4.0 以屋换屋 可跨县市服务 让长者生活更便利 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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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有关系吗 我都喜欢玩的 包租贷款333 包租贷款333